这应该是我二手车生涯里边见到的橙色排名前三的SLS了 开上它 你我都是苏马赫 今天没别的事啊 带大家鉴赏鉴赏一台奔驰的最后一代欧一门SLS 这个颜色大家应该熟吧 当年应该都看过广告吧 苏马赫就是开着这个颜色的SLS穿越隧道 那个广告在当年非常火呀老铁 而且呢 这车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啊 它当过四年的F1保障车 也是奔驰的最后一代这个SLS的欧一门 而且而且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点干货 SLS原厂的情况下什么叫做顶配 就相当于满配吧 它首先要几个大要素 第一什么 探陶刹车 您在市面上在选择这个SLS的时候 你看橙色 看它有没有探陶刹车 其次呢 要看这台车里边有没有这个BO的高音头的音响 这个怎么区分呢 在这个位置 还有两个小升降的高音头 其次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分毛皮的方向盘 还有碳纤维的内饰件 这是原厂的 这三个元素的结合下 这基本上就算是市面上当时最顶的一台SLS AMG了 我初步预估啊 这个车应该是车展上定的 10年上盘 北京一手 当然了 咱们这台车今天只是鉴赏啊 我给大家来讲讲这SLS 说实在的 做了这么长时间 我说真的 这台车的橙色简直了 我都不敢想象了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5000多公里 什么概念 10年到现在 马上23年了 13年的车开5000公里 这时候有老铁说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十多年的车只开5000多公里 你这个车准定调表了 虽然这车现在不是我的车啊 但是我给待会儿讲讲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您到了一定的这个级别 一定的这个消费水平上 您会理解 当年10年能花300多万去买这个的车主 家里边应该不会少于五台车吧 那么呢 这台车可能它的实际使用频率其实很小 它可能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所开出去玩一玩 或者平时就当成一个玩具来摆在自己的地库 所以它的公里数很小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来看看橙色吧 老铁门 你就不敢想象 来 老铁门 你看看这皮子吧 主驾驶座椅是最容易有磨损的地方 你看看这个边边角角 来 拉近细节 除了这些位置啊 你看有一些正常的这种皮质的磨损之外 它没有纸 这个东西你应该能相信吗 大概懂车的人都能知道 评论区肯定会有一些杠精 你这车那是指定翻新了 怎么怎么地的 你就说白了 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你要是信我 我一句话不用说 你都信 你要是不信 我说一万句也没用 6.2 V8自然习气 大后抄 当然它有一点黑科技啊 就是这个门子里边 它是有这个TNT的炸药的 就是如果你在赛道上跑起来 这个车打滚了 这欧一门开不开了 用炸药框档一下给它炸开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门子这个炸药 打开方式去逃生 黑科技啊 老铁门 在10年的时候 这起面是真好啊 十几年的车 这车没有贴膜 你看看这个保存程度 真的非常亮 就刚才我为了给大伙去拍视频 我还特地给这个车洗了一遍 真是亮的 里边也有一些当时比较好的科技啊 什么呀 它这个仪表盘里边是拉斯旅的设计 那当年来讲也算是比较不错的 这么一个创业 听听排气吧 AMG V8自然习气 对吧 大伙都是一直追捧的这个滚水声 咱们一起来听听怎么事啊 真狂啊 家人们 但是你通过内饰啊 虽然它是一代经典 你能够发现到这个内饰确实跟SLK那个小分池 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非常有复古感的这种黄色的这个仪表 这个中共屏幕包括这种实体案件 就立马就回到了十多年前这个年代了 老姐们 你竟说 这肯定是十多年的老车了 它也不值什么钱了 但是你切记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物以稀为贵 而且呢 二手车其实有的时候来讲啊 叫一车一矿一价 你像这种车 它不卖天价 谁卖天价啊 你只要是想找 这玩意说白了 在国内的二手车在售的行情里边 应该可以排钱酸了吧 那你讲话的 它都是老车 十万公里跟五千公里 它能是一个东西吗 对不对 老转不看了 什么叫原汁原味啊 这家伙这大鼻子一米多 这应该是21世纪以来 最长的一个前鼻子的跑车了 V8 它调的实质实际上是比较靠后的 它就是为了分配这个前后的动力比 它的发动机 其实你看这鼻子长 它已经基本上到了那个玻璃的位置了 就那个年代这个奔驰这个做工啊 你就把手往上一搭这种感觉 你就能感觉说它非常厚实 它这个漆面啊 包括它这个外观件的这种东西做的就非常有那种着重的感觉 这是10年生产的第一批SLS排放标准应该能勉强打到国五 因为之前从1617年我们就在坐这个车 之前查的一直都是国五排放标准 有钱真好啊 老铁们 你看咱们梦寐以求的说实在的开不上的跑车 在人家那就放在地库里边 这副驾驶你看这种感觉 就好像没怎么用过一样 这个程度真的是不敢想象 要不不努力的意义是啥 不就是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这些车还有一些追求吗 真好啊 行了就到这吧 给老铁们简单的说一说 也是非常亮眼 非常让人喜欢的一台跑车 现在呢 国内来讲这玩意炒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你竟说它新 看到了吗 轮胎是10年12月的胎 这还是元年的轮胎呢 出厂的时候的第一叉胎 5000多公里 真邪乎啊 这车 真感